三人被黑衣人绑到郊外 此人正是美国最大的军火头目 他威胁戴维别给自己耍滑招 否则就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而一向温和的亨利 为何突然大发雷霆 原来当初胖子因为丢掉那几千万美金 心中一直都过意不去 为了填补这个遗憾 他想绕过中间人亨利与卖家直接交易 这样能将亨利的一大笔提成省下 戴维得知后当场不乐意 如果没有亨利 他俩根本接触不到这种订单 他威胁胖子千万不要乱导事 如果非要整活 那自己将立即退出 胖子表面答应了他 只是为了稳定他在那边好好厌火 然而私下却已经开始密谋 因此亨利得知后 直接抓到戴维心事问罪 好在他并没有下死手 侥幸留得一命的戴维 回去便开始收拾东西准备返回美国 因为今天所有的货物都已经运送完毕 可却被货运老板催要运费 没想到胖子这活 竟然连十几万的运费都要拖钱 戴维这下对他彻底失去了耐心 他答应老板回到美国就立即打钱 这才成功回来 之后他带着极度的愤怒来到公司 将自己的精力给胖子全盘拖出 然后宣布自己不干了 现在他需要将自己的股份 也就是四百万美元支付给自己 而胖子其实早有准备 当戴维去拿合同准备威胁他时 却发现合同早就被胖子销毁 戴维恼羞成怒 就算一分钱也拿不到 他也不可能再与这种人合作 两人因此不欢而散 戴维也再次干起了按摩的工作 几个月后的一天 当初公司的投资人突然找到自己 说胖子想要跟他讲和 因此他们再次做到了一起 本以为胖子会洗心革面 没想到他的目的 只是要补偿给戴维二十万 来弥补心中对他的那份愧疚 并且这二十万还是分四年给 戴维这下也终于释怀地笑了出来 胖子是真没拿自己当人看了 当初陪他一起出生入死 现在拿二十万就要给自己 彻底打了 既然你不把我当人看 我也没必要再给你留什么面子 当场将他的所有非法勾当 全都讲了出来 I can bury you us I think you meant to say you can bury us because anything that implicates me implicates you as well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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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me here today prepared to pay you two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Now I'm not even going to pay for breakfast 胖子潇洒离去 却不知自己的所有非法勾当 现在都已败露 因为当初那名货运老板 将一颗子弹送完后 却迟迟拿不到应得的十几万运费 一气之下他直接举报了胖子的公司 而那名撮合他俩吃饭的投资人 其实就是警方的眼线 他身上带着录音器 将他们的对话全都记录了下来 不久之后两人纷纷被捕入狱 胖子因为触犯了七十多条罪行 被判处四年监禁 而戴维只被判了七个月的软禁 相比之下好的太多 这天他像往常一样继续上门按摩 没想到这次的老板竟然是亨利 他通过消息了解到 所有违反规矩的事情 都是胖子一个人造成的 同时他也很感激戴维 没有在警方那里咬出自己 因此他将这一单赚取的所有佣金 全部拿出来退还给了戴维 人性中善恶的交织 法律与利益之间的微妙关系 贪得无厌不仅会让人失去理智和判断力 更会让人陷入危险的境地 在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自己的欲望 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价值观